成報昨天 頭版的專欄作家 或者叫做政論家漢江舌 昨天沒有文章出 在網上 大家都好像很擔心 為什麼會不見了 特別是張德剛藍來之後 這個建制派傳達張德剛的講法 令到 大家都好像灰心喪氣 林鄭是唯一中央屬意的人 漢江舌又不出現 被人夾了上去 大家都可能會有這個憂慮 今天成報出漢江舌 重點去評論張德剛藍來這件事 我覺得相當 精靜有趣 或者在這裏可以引述一下 看看我 可以怎樣去理解這件事 第一他提出一個疑點就是 見香港的選委 特別是商會的人 說得很清楚 你們可以去宣傳 盡可宣傳 引述張德剛的說法盡可宣傳 但是 疑點就來了 香港的主流媒體 包括 星島 香港01 這個明報 經濟日報 蘋果日報 都市日報 東方日報等等 都有劃大劃小的蝙蝠的報道 潰影潰聲 但是反而 黨報 文媒帶公商報 隻字不提 他就覺得很大的疑問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盡可宣傳 為什麼不見得光呢 隻字不提這件事 什麼原因呢 這個 那個傳話人 那個傳話人 應該都可能是商會的人 那個傳話人 本來以前撲出來 在鏡頭面前說 我見過誰誰他講過什麼他代表中央 這個傳話人 到今天為止 隱姓埋名 不敢曝光的 不敢說 他是誰 不過他就 說那個議會的內容 這個傳話人 為什麼今天 為什麼會 不見得人呢 去第二個疑點 第三個疑點就是覺得相當奇怪 我昨天都說過 你說 我們不是陰點 我們沒有陰點 陰點的話就不用選了 委任就選了 不過 這個是中央屬意的人 這個是中央唯一支持的人 邏輯很奇怪 又不是陰點 又是唯一支持 唯一支持又不是陰點 講也講不到過去 除非是陰意的意思就是習近平的意思 所以我點就不是等於陰點 習近平怎麼才等於陰點 除非是這樣的意思 成報的文章 我覺得最值得大家注意的有一點就是 張德綱 是黨和國家領導人 是不可以隨便離開北京的 離開北京要得到批准或者通報 他現在突然之間 在模式模式下來了深圳 做這些所謂的宣指或者傳話 他有時有QK 而且宣指的內容 他就說 政治局通過 林鄭是中央唯一支持的人選 中央支持 一般的說話應該說中央支持 很少說 政治局支持 中央這個比較籠統的說法 中央代表什麼 代表政治局常委還是什麼 他這麼具體地說了 政治局支持 政治局通過 這個是 不是很合 常規的 不是很合 中共的體制 而且 政治局開會的內容 這次 提名也未到 突然間這樣說 其實是 某程度會洩露黨的機密 也有些 正程的專欄說 當年 趙紫陽是怎樣出事的呢 他向哥爾巴喬夫透露 政治局常委開會的時候 拍板 重大事情 一屆平民的鄧小平 負責 重大的事情是由鄧小平決定 鄧小平當時 什麼職位都沒有 於是 他洩露了黨的機密 於是就被 圈禁 死了 所以 有人提出 鄧德江這樣做法 是不是 洩露 黨和國家的機密 所以 成報結論說 這個詭異的情況 大家必須注意 鄧德江雖然強調 有些報導 當然是講成報 正報 存在著兩個中央 我提議 提出 政治局支持 林鄭 是 她個人 或者是 中聯辦的意思 不是 這是整個政治局的意思 中央的意思 雖然是這樣說 成報也提出一個疑問 究竟是誰的意思 具體 成報也提出 原來傳話人 打電話給選委的 孫春蘭 政治局的委員 也是統戰部長 是習近平身邊的人 是習近平親信 他下來傳話是代表習近平的 成報就說對不起不是 這個人說了他的身世背景 其實他是遼寧幫 長期都是遼寧的 不能說他是習近平的親信 中國這個政治就是詭異的地方 誰是誰親信 誰跟誰傳話 全部跟體制 是不清不楚的 是無關的 假如你大聲一點 假如說我是真的 我就是真的 所以 我們很難 很難做一個判斷 到今天 我的感覺就是 成報這個文章 他孤妄言之 我就孤妄聽之 即是說 我只能夠做一個結論 今天那個權力鬥爭 仍然未知道 最後 六死垂首 所以 林鄭是 中央唯一支持 或者叫政治局唯一支持的人選 我就先聽著 不過 在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亦都需要說 就是 大公報 關超的一篇文章 我們剛才說的 文匯大公商報的左報 是隻字不提 這件事 當沒有發生過 關超的文章 大概是 就是 就是 其實 我們不要 根據這個報導 說這個是 中央的陰點 絕無其事 中央是 不存在陰點的問題 如果大家都是這樣說的話 其實就是某程度上 是陷中央於不宜的 這個選舉 是一個 公開的選舉 公平的選舉 我看完這篇文章也覺得挺好笑的 就是 有一點叫做 此地無銀三百兩 你又不去否認 張德光有藍來 但是你又說 中央是 沒有陰點 究竟 這篇文章 想達到的效果是甚麼呢 想達到的效果是否 如果 他朝 有一天 有人追究 為什麼有一個人 下來跟這班選委說話 是 假存勝旨的時候 你就可以撇清了那個關係 沒有啊 他沒有來 我們傳統的左報都沒有報導 是不存在 是其他的報紙 亂說 根本沒有這回事 是不是這樣 如果中央不追究的時候 習不追究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一個既成事實 告訴香港的選委 要支持 林鄭 這樣 如果真的這樣 我覺得這個局 設計得很蠢 是不是那麼容易過骨呢 網絡時代 是不是說你可以隻手遮天 你文匯大公商報不報導 就等於這件事沒有發生 我覺得是這樣的話 實在太幼稚